大家看八十三頁 讲到这个解锁戏法 就是说 这个解锁戏法 我们可以 再参考 这个六路处里面 讲到什么叫做解锁戏 两百零五页 我们看放了一下两百零五页 两百零五页 两百零五页 一百三十六经 好 那这里 佛陀在讲到解释什么叫做解锁戏 那我们说说不管 大概 这个 同样的说法 在五蕴里面有讲 在六处里面 通常也会有讲 我们来看一百三十六经 两百零五页的一百三十六经 中间那里 师尊跟比丘讲 那这里的是 有一个比丘去问 去跟师尊请法 那师尊跟他说 解锁戏法 以束断除 那这里讲的是 射受想形式是解锁戏法 那这个 一三六这里 说的是 言耳彼者身 那么 射身相会触法 就是言耳彼者身意 对射身相会触法 这个叫解锁戏 好 那我们早上看的那个 黑牛戏白牛的那个 他就讲 这言戏这个色 耳戏这个身 所以这个戏 其实就是束缚 那如果从我们对境界的直取来讲 就是你直取这个境界 那么就为这个 为这个直取所戏缚 就是你有直取就有烦恼 有烦恼你就不自在 那讲这个 那所以他这里 那么讲这个解锁戏 是从六处里面说 解释了 好 那我们再放回来 那这个是 那里面有讲到 这个 这个 根对六层 是解锁戏 那欲滩是结 它是根本 那这个跟黑牛戏白牛 那个是一样 只是他讲的更多就是了 好 那就看 二十六经 揽经 一如是说 这个揽经 就是把解锁戏法的解 改成揽 叫做揽索戏法 那么 就是第二十六经 所以揽索戏法 亦如是 就是 第二十五经是解锁戏 第二十六经就是揽索戏 好 那第二十七经 他说有这么一天 那佛在齐远金色 这个时候 有一个比丘 一样 那么 大家一起坐在那里 那有一个比丘就站起来 那么 去跟佛顶礼 就是要前法之前 那应该是佛 带领大家在那边打坐 那也许在树下 也许在讲堂 不知道 反正就在几孤独院 齐远金色里面 那么多数都是在树下 也有可能在讲堂 因为齐远金色也有讲堂 因为王舍城就有讲堂了 不是王舍城 竹林金色 但是多数是在树下 那这个时候有一个比丘 那么 起来 去跟佛顶礼 顶礼完了之后 就退到旁边 就讲 那么 世尊 为我略说法要 我文法已当独一尽处 专精实为不放异住 不放异住 以实为所与三男子 正信非家 出家乃至 自知不知后有 那我们早上说 那么这个分为三端 第一个去请法 第二个 那么跟佛志说 我请法之后 我一定是用功修行 那第三个 修行到 修行 一定修行到 就是我不退转 修行到 我成就为止 那么成就就是正阿老汉 自知不受后有 那他这里 有时候有放 有时候没有放 就是放 那么 那么我这个 请法 请法我一定回去好好修行 那叫做不放异住 专精实为 找一个地方 用功修行 那这里 用功修行完 我会好好 思为 我为什么要出家 这里的说法就是 那么 思为所以三男子 正信非家出家 就是我为什么要出家 我出家是做什么 那在佛陀时代 出家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求解脱 那所以 他的目的就是求解脱 那么解脱 这里的说法 就是 这个 有解脱之见 解脱就一定有解脱之见 叫做 这个 所作与伴 不受后有 我身已进 犯身已立 手作与伴 自知不受后有 那么 这个是得解脱的标准说法 所以 这种白话讲 就是 三段 第一个 跟佛请法 那 讲 为什么要来请法 那请法之后 我一定回去好好修 用功修 那么一定修到 这个 我解脱为止 如果不解脱 绝对不停止 不中止 所以乃至之之不受后有 好 这个时候 世尊跟比丘说 非常好 非常好 善哉善哉 奴经 做事说 他通常都会再重复一遍 就是跟他确认 做确认 你真的是这样讲吗 你真的是这样想吗 你真的会这样做吗 大概就是这样 善哉 世尊为我略说法要 就是把他说的话再重复说一次 跟他做确认 那比丘白佛言 如是世尊 是的 我确实是这样说 我确实是这样想 我回去也确实会这样做 好 那么 佛就跟比丘讲 那么好 仔细听 专心听 仔细听 那 善思念之 因为你回去要好好想清楚 现在想清楚 回去再好好想清楚 那么要把 就是这个要 受持这个法 时常意念这个法 一直到解脱为止 你要想 你要 你要记住你说的话 我现在为你讲 比丘 你看这是另外一句 那他说 动摇时则为 摩索夫 若不动则则解脱 那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 前面二十二经 那二十二经 就二十二经 再翻到前面 就二十二经 这个八十一页 那二十二经 这个开始都是 比丘去跟佛 请法 那二十二经 跟二十一经 也差不多 那好 那我们去看二十二经 就可以了 你看 他这里讲的是 随时使者 则珍珠书 那 这个是一种 说法 那我们再翻到前面 二十一经 二十一经 他讲的是 随时使 随时使者 围取所夫 那围取所夫者 则 这个 我们来看 这个是 随时使 随时使者 围取所夫 那么也是 围摩所夫的意思 好 那我们再翻回来 那就是他大概 这个 大教授结局的时候 把这个比丘 去请法 略说法要 我们从前面看到这里 大概就是 就是一个是随时使 那一个是 一个是 一个是 一个是非努所应之法 移速断存 就是大概这里 大概有 主要 主要大概有三个 包括这里四个 就是一个是随时使者 则围取所夫 或者围摩所夫 那 或是随时使 则随时使 那另外一个就是 非努所应之法 移速断存 这不是你 你应该依止的 你应该做的 你应该想的 你应该说的 你应该执著的 那么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解锁戏法 那也是非努所应之法 解锁戏法 移速断存 那前面是非努所应之法 这里是 动摇时则为谋所夫 若不动则则解脱颇寻 好 这个意思 如果把这四个 把它联合起来看 其实他在讲的是 同样的东西 这个意思 讲的是同样的东西 那我们其实也可以讲 这五音诵里面讲的都是 你不要直取五音 都是这样 都是他从不同的地方讲 好 那现在看 他说什么 动摇时则为谋所夫 若不动时则解脱颇寻 那我们说有时候翻译的人 前面的那个词 跟后面的那个词 那明明是一样 都是翻的不一样 所以他前面翻摩 后面翻颇寻 那其实摩 摩就是颇寻 但是这样会给人家误会 就好像 因为动为摩所乎 不动则解脱颇寻 那因为是我们知道 那因为是我们知道摩就是波寻 波寻 摩的名字叫波寻 但是如果不知道的人 他就会看到 那这个前面是摩 后面是波寻 那有时候 这个杂案经里面有时候前面跟后面不太一样 但是它其实是同一个名词 好 那这里 反正它都是 这个略说法药都是很简单的 两句 如果你这样 你就会这样 如果你不这样 你就可以这样 我们从前面这样看过来 二经这样看过来 基本上都是讲 很简单 就是略说法药 那这个略说法药 后来慢慢慢慢就 有一点点像陀罗尼这样 那么用一个很短的句子 很简单的句子 那么收射最主要的道理在里面 那它有不同形式的略说法药 那后来 咒原来最初的陀罗尼 后来我们叫做咒语 其实最初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简单的记 或是简单的一句话 但是这句话 它包含很主要的 所以它很简单 它就 你如果这样做 你就可以解脱 你不这样做 你就不能得解脱 那重点就是解脱而已 好 那这里看到 动摇使 则为魔所夫 一个就是动摇 所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什么是动 什么是不动 什么是魔 什么是 什么是为魔所夫 什么叫做解脱于魔 好 于魔得解脱 好 我们等一下看 比丘就跟佛讲 佛只是这样说 这个比丘就说 好 那我已经知道了四尊 那略说法药 好 那 如果我们看杂阿喊 它大概略说法药 也有两种 在后面就有 就是比丘去问而已之后 那佛跟他讲 一种是知道 一种是不知道 知道就会像这样回答 这个知以四尊知以善事 那有时候佛略说法药 以后就走了 有时候是佛 不是比丘去请法 有时候是佛 不请自说 无问自说 不请自说 那说完了就走了 走了 比丘不知道 就去问舍利佛 问阿难 那也有 后面的 后面我们在读的时候 就会看到 好 那这里是 前面 从二十一经 二十二经来 都是这样 就是 问了 比确就知道了 好 那佛陀都会 跟他做确认 第一个 他问的 跟他做确认 第二个 他知道的 跟他做确认 你真的是这样想的吗 你真的是这样说的吗 你回去真的会这样做吗 跟他做确认 那确认了之后 为他说 说完了 他说 好 我让我知道了 那再跟他做确认 你知道了什么 好 那接下来看 所以 你云和一窝略说法中 广解其 那你知道了什么 你说来听我看看 要确认他是不是知道 比丘白佛言 世尊 色动摇时 则为魔所夫 若不动得 则解脱颇寻 如果 你一色动摇 则为魔所夫 那这个魔在这里 是表示 魔在佛教里面 基本上是藏道的意思 那 这个魔 我们说有四种魔 烦恼魔 那五阴魔 然后天子魔 还有死魔 那这个刚好都是 你因为这个原因 而不能解脱 他其实 这个魔的魔说起来也话长 就是说 最早的魔是眼魔 那眼魔其实是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燕魔天 燕魔天 它其实就是燕魔 那后来 这个魔就变成是 装管阴间的 变成是这样 就装管人家生死的 或是装管鬼的 本来是他管生死的 后来就变成管鬼的 就变成这样 那佛教里面的魔 它其实是藏道的意思 你看这个阿兰经里面 常常有天魔犯 后来的魔变成 也不是燕魔天的 燕魔天的 不是燕魔 燕魔天其实就是 我们讲燕魔天 但是其实他说燕魔天子 就是后来我们叫做燕罗王 那 后来这个魔是指 他化之在天 欲界最高天的 所以他的名词的内涵 有一些些变动 最早在波罗门的历史里面 它那个魔 那么指的是燕魔天子 就是后来的燕魔天 那 就是慢慢慢慢变化 变化到变成 天上有一个燕罗王 那 鬼道阴间有一个燕罗王 就变成是这样 那是佛教里面的魔 基本上指六异天 六异天的天子 那他的名字叫波寻 那波寻三个女儿 都是贪爱的代表 其实就是这样 好 因为他是欲界最高的 对五异六成 他是掌控力最强的 那一般我们讲四种魔 烦恼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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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音魔 生死魔 死魔 这个是天子魔 那天子魔 现在来讲就是六异天 他化自在天 但是后来也把 色界的最高天 摩西所罗天 也有所谓叫魔 他化自在天 所以 佛法里面叫做天魔犯 天魔犯 这个是欲界的第二天 道立天 以四王天 道立天为主 大部分都讲道立天 那道立天的天主 是四体还阴 那第六异天 他化自在天 是魔 这个基本上是以第二天为主 这个是第六天 这个是欲界的 是欲界的 再超出欲界 这个是色界 那基本上是这样 但是原来这个魔 一开始也不是指 他化自在天 在印度的文化里面 那现在我们习惯 比如说讲的 炎罗王 就是炎魔王 好 那这个都是烦恼 脏道 这个五音就是 我们有这个身心 就有什么 就有烦恼 就有生死 五音膜是最早的 就是你因为有五音膜 你就有五音身 有身 这个身就有死 那么他在生死之中 起烦恼 这个都战道 那么这个是外母 这个最主要的 就是不让你出这个欲界 不让你出这个欲界 那在佛法里面 就有点像犯 犯也有可能指犯天 也有可能指清净 在佛法里面 犯指犯天 指犯天 如果看到犯 他有可能指犯天 比如天魔犯 这个犯就指犯天 色界天 但是他也又不是指犯天 他是指佛 或是指清净 主要是清净 用清净 他是指清净 那这个魔也有可能是指 这个欲界天 就是天子魔 叫做天子魔 不过我们后来 也有魔就变成 就是鬼道的众生 魔鬼魔鬼不一样 那这指天子魔 但是也有可能 就是指生死细福烦恼 烦恼细福而有生死 就指这一些 因烦恼细福而有生死 因为烦恼细福 而有生死 那么有烦恼细福就有生死 那意思就是 有烦恼就不能得解脱 简单讲对 因为生死 生死就不是解脱 解脱就没有生死 所以这里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说 若动时 动摇时 为魔所夫 不动 就解脱 所以这个解脱 就是解脱生死 也就是解脱烦恼 那为魔所夫 就为生死 其实就是为烦恼 所夫 其实是一样的 那他的核心就是 因为这个五韵 所以五韵魔 生死魔 这死魔 那烦恼魔 那我们把它结合再起来 看这句话就很明显 那他说 什么样 你到底懂得什么呢 色动摇时 则为魔所夫 若不动则解脱破血 所以这个动摇 跟前面的 也也是一样 那 疑术断除 就色 非我 非我所应 疑术断除 色非我所应 受想形式 非我所应 那么这里就是 色不动 于色不动摇 于受想形式不动摇 那我们把这两个 结合起来看 你会发现他讲的都是 不执着 不执着 于色不执着 那么 于对于色的贪爱 疑术断除 那么你执着就表示 你贪爱 就对于色的执着 疑术断除 对于受想形式的执着 疑术断除 那从这里来看 其实就是五韵 对五韵的执着 疑术断除 那你执着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才 我们前面讲的那一部经 演戏这个色 那么产生贪爱 所以 这个演戏这个色 产生贪爱 那截所戏 烦恼所戏 那中间那个贪爱是截 那所以 当你演对这个色 产生 产生这个烦恼的时候 那么他就为他所欺负 那所以你 你对这个色受想形式 产生贪取 贪取 有我 有我所的时候 那么 他就是表示动摇 那你一动摇 就表示 你 其实就是你有贪取 那 有贪取就表示 你有我贪 我爱 爱 贪爱是一种贪取 那么这种贪爱 一定来自于我贪 有我贪 才会有我爱 那么就好像很简单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有价值 你才会去捡起来 那么 当你把这个东西捡起来 那么 放在口袋里的时候 就表示 你认同这个东西的价值 你想有没有这个东西 很简单嘛 你不会把外面看到垃圾 把它捡起来 那 但是你外面看到钱 你一定会捡起来 看到金子 反正这是属于你的 你认为这是属于我的 那么你一定会 你一定会拿起来 就是你放到保险箱里面的 那一定是有价值的 没有价值的 你不会放到保险箱 不可能嘛 对不对 你不会买一包乖乖 放到保险箱嘛 不会吧 那么所以 这种很简单 就是你会质取的东西 那么 所以我爱 一定来自于我贪 你对他的肯定 你对他的认同 那时候 也设受想行事 那 他基本上从这个地方 那我爱 他一定就是 他 我爱 接下来的 他一定是什么 取 直取 那取后面就是有 就是有生死 从缘起来看 他就是这样的 那现在这个是简单讲而已 他就是告诉你 这个叫做动摇 有动摇 就是你有直取 那有直取 那有直取 他后面一定有什么 有生死 所以五因膜是根本 那五因膜 有五孕里面 直取 有烦恼膜 那有 因五孕而起烦恼 就有什么 就有生死 就有死膜 那么你只要有生死 你就出不了什么 出不了三界 这个就是 脱寻就代表 那么你不能得解脱 出不了三界 其实就是这样 好 所以他这里讲 设动摇时 则为魔所乎 若不动时 则解脱波寻 解脱波寻并不是说 那你离欲界而已 不是 你出三界 重点它是代表生死 因为它是死膜 就有死膜生死 所以这个波寻就代表 脏道 它并不是说 那你可以离 因为你只要出了 你只要出了欲界 你就不受波寻的控制 但是你要真正 因为你即使出了欲界 你到色界 那么你没有真正出欲界 你过不久 你还会再对合欲界 因为你 除非你出三界 要不然你短暂的离欲界 比如说你升到色界天 或升到无色界天 照理讲 你已经解脱波寻了 没有 短暂而已 过不久 你还会从什么 色无色界天 要掉到欲界来 你还是在它的控制里面 如果这样来讲 但是如果真的是要将离这个波寻 如果我们把波寻 就定义在这个魔 就汤化之在天 这个是天子魔 这个是天子魔 那么就变成说 你必须要彻底 彻底这个解脱三界 你才有可能真正的脱离它的控制 就变成是这样 好 就有一点点稍微麻烦一点 那色动摇 受动摇 想动摇 行动摇 事动摇 事不就是了别吗 那我不了别 怎么可能不了别 那不是这个意思 它的意思是 你在这个五蕴六处 如果有贪爱 那么有直取 那么你就有生死 讲的是这个 看二十八经 这是二十七经 二十七经 跟前面不太一样 前面都是 前面是情法 二十八经不是情法 二十八经是问法 就是 前面是请佛 为他略说法要 其实就是 请佛简单告诉我 修行的方法 这样 那这里不是 这里是问 那 他是听到的 他不知道 去问世尊 那这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又不太一样 我们看 他说佛在起眼睛色 这个有一个比丘 叫杰波 那很少 很少比丘的名字 这是在阿安经里面 即使有也很少 他不是没有 有 但多数都是有一比丘 有比丘 这样而已 那这个时候 他有这个 有比丘的名字 叫杰波 那么来到 佛的地方 就大家要起眼睛色 那 头面离足 雀柱一面 白佛言 如世尊说 比丘 就 佛过去曾经这样说过 但是我不明白 那 请佛 告诉我 再告诉我 他说 如世尊说 比丘 心得善解脱 世尊因而比丘 心得善解脱 就是心得解脱 那么 因为前面都 前面就有 比如说 心得解脱 乃至自知不受后 有心得解脱 陈阿罗汉 那是佛常用的 就是你这样做 你这样做 你后来心得解脱 那有时候叫做 心得善解脱 那 每一句后面 他都会讲 乃至心得解脱 陈阿罗汉 好 陈阿罗汉 阿罗汉没有问题 但是怎么样 叫做心得解脱 那这里是心得善解脱 好 这时候世尊跟解脱讲 非常好非常好 能问如来 那怎么是心善解脱 善在解脱 地听地听善思念之 所以佛陀每次说法 前面两句话都是 地听地听善思念之 仔细听 专心听 好好想 想清楚 想明白 想明白了 就好好地受持 意念 这个念是 意念受持 好 所以 我们常常说的 正知正念 正念正知 那都是因为 都是因为 善思念之而来的 正念正知 其实这样的 当卫如说 现在我为你讲 解脱 当官知诸所有色 那这个是 底下现在这里开始是对五运的一个十一种观法 那这个是很常见的 也是很根本的 那佛陀讲对五运的观法 这是第一种 那另外有一种 就是 类似像 这个 如梦如幻这样 观色受想形式 一一观不同 那么这也有 那我们后面看会慢慢 就是 你后面看了 那会把前面看着稍微再做 汇通一下 想起前面说的 有什么不一样 好 那这是 我们来看 这第一种 内外出戏 好丑远近 那包括过去 现在未来 就是五主 十一种观法 好 那这 这十一种观法 我们可以对照我们上过的宝基经 那么我们说 阿含经是怎样观 色受想形式 到了初期大圣 稍微更简单 直接 就是 直接观心 因为五运是身心结构 但是身心当中 心是主导 心为一切法的主导 所以直接观心 因为它这里是从色开始观 色这样 受想形式 都是这样 但是 有时候观色 那么 好像没有 没有直接 但其实色跟心是一样的 但初期大圣 直接就从心说 不讲色 直接讲心说 直接观这个心 就是观无我 观这个心 那这个心里面 我们看宝基经 这种观法是 过去 现在 未来 内 外 中间 还有贪 层次 那照理来讲 应该是善恶 无忌 我们对照 等一下先看这个 基本上是这样 宝基经里面的 初期大圣 很多都是这样 就是 一般是五运 那五运是身心结构 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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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 行 色 现在的 运相 一讲的都是五运 那你会发现 它 它只有一个目的 叫你侵入 五运无我 可是它很多种地方讲 从很多 很多个方面说 它是 不管你 怎么说 怎么说 横着说 竖着说 都是叫你怎么样弃路 五运无我而已 叫你不执着 解锁戏 不管怎么讲 都是告诉你 你这样讲了之后 能够让你弃路 五运无我 能够让你不执着 这个五运 它重点就是这样而已 这运相运 不管有多少经 不离开 不离开告诉你 无常 无我 或者无常 苦 无我 或者无常 苦 空无我 从第一经到第四经 可以说 它就明白跟你讲 这个五运相运里面的内容 就是这一些 它就是这样 后来六处也是这样 但是六处 因为它是六根对六成 那么所以就复杂一点点 好 那这个是心 那么它从这个色里面 色受想行事 一一都是这样 一一都是这样 十六十一组 五组 五组十一种 五对 也可以讲五对 十一种 过去 现在 未来 这个一定都是有的 我们讲到过去 现在未来 我们就很容易 想到金刚经的 过去信不可得 现在信不可得 未来信不可得 那其实它也是 那么 内外好丑 出戏远近 内外 它是内外出戏 还是内外好丑 内外出戏好丑远近 内外出戏好丑远近 对 先有出戏 内外出戏 好丑 远近 它是从设法观 那设法的出戏好丑远近 远近应该是 远跟近就是你清楚 不清楚 比较远比较近 如果从心来讲 就是这个印象 你比较清楚 还比较模糊 那好丑 就是你这个心 是善还是恶 其实是这样 那出戏跟戏 也是一样 心的出戏 心的内外 那如果是 如果是 这个是 这个是 无主 这个是阿罕经 我们比较看看 那这个是 这个是大圣经 用宝记经来讲 你看 这个是初期大圣 它是很典型的代表 讲无我无法的 法空我空的 好 它是依这个心 它直接用心 那也不用 色受想 不用受想 其实不用 就直接心 直接讲这个心 那心没有什么 过去 现在 现在 未来 过去 现在 未来 心 在过去 在现在 在未来 那 它是 如果是 五蕴里面 心 拆开来 是受想 形式 那 内外中间 不在内 不在外 不在中间 它就变成多 一对一对 那另外 另外应该是 善恶无忌 这个是心的属性 心的触手 这个叫三触 这个叫三十 这个叫三触 那这个其实叫三信 那但是 我们先来讲 照理讲 应该是这样 心有时候是善 有时候是恶 那有时候是无忌 但是 它不从善恶无忌讲 它直接从这个恶 里面 讲什么 贪 撑 吃 心是贪 是撑 还是吃 就这样去观 这样去观 那 这里的是 因为我们 读到这个 我们就稍微做比较一下 很明显的 初级大乘 这个是更简单一点 而且 就直接 直接观这个心 也不用 受是这样 然后想是这样 行是这样 是这样 但是 一般来管 一般来讲 都是先观色 色这样 然后受 受也是要应一观 因为色跟受不一样 但是 主要是看你执着什么 如果你 见色是我 那你观色是我 那么就解决了 如果你 观受是我 那你 你观受是这样 无我 那就解决了 那如果你 执着这个五印是我 受都想起都是我 那么 你把色 观成无我 那受想起也是这样 也是无我 类推 但是有些人 可能就要一观一观 每一个都要观清楚 才有办法 有些人观一个 就知道 后面都是这样 但是有些人 都要一个一个确认 那不一定 就是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的 那个思维不太一样 但大部分来讲 这个观成了 后面就都成了 但是有些人 这个观成后面 也不一定成 那我们可以稍微 就对照 就是 过去现在未来 三十 三处 跟三信 那 保俊心是取这个 心 非贪 非称 非吃 非内 非外 非外 非中间 非过去 非现在 未来 那 在波勒经里面 它就 有很多 比如说像 基本上就是否定 非什么 无什么 或不什么 比如说阿兰经里面 也讲非我 有时候讲非我 有时候讲无我 有时候讲不是我 不义我 不相在 反正就是这样 那这个是 就是说 对于你当前的执着 给予否定 那么不是这样 好 那我们再往底下看 他这里说到 若过去 现在 未来 若内 若外 若粗 若细 若好 若丑 若远 若近 好 比一切 若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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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把所有的法 分成这五大类 那么如果你真的要分的话 那可能可以分很多 可以分很多 那如果像我们这个是一切法 一切法 你从不同的角度上去看 它分这几类 就好像说你把众生分裂 那么有些分成胎生暖生失生化生 像金刚经就有四分 比如说胎生暖生失生化生 这是一种分类 有色无色是一种分类 有想无想 非有想非无想 又是一种分类 就变成这样 那么把所有的分类都拿来讲 若暖生 若胎生 若失生 若化生 若有色若无色 若有想若无想 若非有想非无想 就变成有三组 那一样 一样是这样 这个是他们把所有能够分的都拿出来 然后就告诉你 就含关你所知道的一切 当然后来的布派研究就 分法又不太一样 简单来讲 比如说布派里面分 它可能分有漏法 无漏法 比如说句子论的分法 一切法就分两个 叫做有为法跟无为法 那无为法就没有再分了 就三个而已 有为法又分了 色法 心法 心所法 心不相依行法 就分四个 那色法 基本上 就分三组 言而鼻则生 那么 言而鼻则生 所对的色身相位促 然后还有一个无表色 那心 心法 心法 心法就是心而已 就是事而已 那么 心所法就多了 有善 有恶 善里面又分 大善 那这个一般的善 那恶里面又分 大烦恼地 小烦恼地 就这样分 就越分越细啊 好 那只是我们看到这个就顺便 把这些佛法的这些知识稍微整合一下 稍微 稍微 了解一下 会帮助我们理解一些东西 好 那这里看到 把这一些 不管你是过去 现在未来 内外好丑 粗续远近 内外粗续 好丑远近 我们就说 内外好丑 粗续远近 内外粗续 好丑远近 念习惯了 那么 一切 皆惜什么 无常 就是一切的有违法 都是无常 这个其实就代表有违法里面 一切都是无常 那无常是什么概念呢 无常就是会变化 那变化是什么呢 就是身住意灭 所以 有违法它的特性就是有生灭相 所以新经讲不生不灭 这个就是有违法的特性 就是生灭 我们看这个 它讲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这个是最简单的说法 一切 其实就是一切有违法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凡事照做的 都是无常的 凡事无常的 就是有生灭的 凡事有生灭的 就是无常的 那其实是这样的 那如果是 我们比较一下 如果像波罗基 它的说法 它就比较不讲这个 就是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一切有违法 都是生灭无常的 你看它就不一样 但是它 其实 我们可以对比 那这个生灭 生灭如果讲 一般讲生灭 有时候讲生住灭 一般不怕有时候讲生住灭 讲细的叫做生住意灭 平常讲生灭 或者讲生住灭 意没有讲 就讲生住灭 有三项生住灭 讲细的就讲生住意灭 那基本上是这样 那这个表示说它是无常 就是生跟住不一样 住跟义不一样 义跟灭不一样 就是这个生是本来没有 后来有 本来没有 后来有 它就是改变了 变化了 本来没有 后来有 就生了 那个花开了 生了 本来没有花 后来有了 那个花泄了 本来有 后来没有了 之前没有 现在有 现在 现在 没有 以前有 那现在有了 那以后没有 反正这些 它就是 存在跟不存在 生命是一种 存在跟不存在 法 只是 法就是现象 包括生命的现象 包括 世间的现象 宇宙的现象 这一切现象都叫做法 都叫做法 那 佛法说起来就是 眼耳鼻舌身所 眼耳鼻舌身意所对的色身相位处法 这叫做一切法 所以一切法是什么 十二处 内六处 外六处 那 只是后来 后来 布派 就论师把它更扩大 更扩大 讲得更细了 就变成有所谓的心不相应形法 包括 生跟灭的本身 生之所以生是有一个生法 灭之所以生是有一个灭法 所以后来荣述才费了很大的劲 讲那些其实我们都很难懂的东西 那么这个 造了那个中论 就在解决这种问题 就生生灭灭这种的 那这个其实变成是一种现象 比方说有生命的现象 那它本身也有这个法在 那这个是法的范围扩大 扩大 比较没有 好 我们往底下看 它第一个先观 其实就是一切法 那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 如果我们简单讲 就是什么 观所有色 无常 这一切 一切色 一切色 那这个法 分成色跟心 一切色无常 就好像金刚经讲 若暖生若胎生若私生若阿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有想 其实简单讲就一切众生 什么叫做发辅迪心 因缘而住一切众生 就是对要度尽一切众生的心 其实简单讲就是一切众生 那这里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 其实就是一切法 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比一切法皆惜无常 那比一切 就是若过去若未来 我们简单讲就是比一切法皆惜无常 那再用更直接的话说 就是一切的现象都是变化的 都是无常变化的 那为什么要知道这个 因为他要让你知道一切现象都是无常变化 无常变化就表示没有自信 没有一个自主 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东西 那他重点不是在叫你观一切现象 重点在叫你观生命的现象 那生命的现象就是五运六处 那五运不断在变化 身心不断在变化 那么这些变化当中没有一个实在 但是我们隐以约约觉得有一个不变实在的灵魂 我们会这样觉得 他要渐渐让你知道透过你维系仔细专注的观察 发现到我平常认为有一个实在的那个到底是什么 照理讲这样身边身边没看到那个实在的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感觉到有呢 类似像这样 所以你要去思维这种 那么才能够打破这种根深底固的我指 那你从各个角度上去看 所以无常观能入无我 其实这样 所以三法印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即进 由无常入无我 由无我得涅槃 得解脱嘛 如果再加一个就诸受是苦 因为受是比较关键的 诸行无常诸受是苦 诸法无我 涅槃即进 就变成这样 那这里 他说你如果能够这样观一切法皆惜无常 那么正观无常诸是爱即除 是爱即除以我说心善解脱 就是你的心 这个是其实就是你的心 你的心对 因为无常你就不会懒着 你会懒着是因为你认为它惨 就是很快就消失的东西 你绝对不会懒着 没有价值的东西你不会懒着 你想一直想拥有的东西 像露水 太阳出来就不见了 不管它是怎么漂亮你都不会想拥有 一朵花 一朵花非常漂亮 但是开一天就没有了 你再怎么漂亮 绝世稀有你也不可能花一百万去买它 不可能嘛 但是如果它永不凋谢的话 那不要说一百万一亿你都跟它买 因为它有价值啊 我今天买了我明天我今天买一百万 明天可以卖一千万啊 好像我们买古董买画也是这样 如果这个古董保存期限只有一个月 你不会花很多钱 因为一个月没有人买 那就没有价值都坏掉了 类似像这样 好 我们先下课